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展上面的一些特别的问题 刚刚提到就是说 人类要想办法提升自己 那么才不会工作被机器人取代掉 那么但是政府方面 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能够发展 那刚刚罗教授提到说 第一个韩国几乎是把整个机器 把两个岛拿来当机器人岛 就是全力来发展这机器人的产业 这绝对是未来一个 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的国家就是设立了一个条例 就是智慧型机器人 跟它自动化的一个发展条例 那您觉得政府的部分 应该怎么样在这方面加强 让台湾在机器人的研发上 不会输给先进国家 是的 我刚刚讲说 这个商业化 日本一直都很 就是说这个技术化 日本一直都是很先进 但是我们就进来看韩国 一直都是我们 都是在我们叫做abressed 就是都是各方面都在竞争 包括我们的这个面板产业 也都跟它竞争 什么等等等等 我想以韩国人这个例子 简单来看的话 它是从总理办公室就把它设定说 它已经看好说 现在的面板 现在的面板也是投资很大 但是它的利润不是这么高 然后notebook这些东西 也都是慢慢向下的产业 所以他们总理府已经 就已经看出来说 这个产业是他们的未来 它就是将来发展是五可限量 这样子 所以我刚刚讲说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岛 就像迪士尼连 迪士尼连乐园 老幼嫌疑都会去这样子 现在看了当然就很多的游戏 但是你现在去那个机器人岛 换句话说 就很多的情境会在那边表演 很多的情境 很多的互动 那就给你产生很多想象的空间 说机器人可以做这样 可以做这样 机器人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换句话说 在那边就爆发力就越来越多 换句话说这个产业 这些先进们他们对产业的信息 以及市场的消息是更厉害 所以可以得到 就是让这产业更发展出去 然后它由国家来定一个目标 它在2015年希望韩国的家庭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只robot 那代表什么意义 就是政府的决心 这一只robot在那边的话 你每个家庭用的 就让你在用 用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建议 从这建议里面就会越改越好 越改越好 那换句话说以后它就可以卖到全世界 我韩国能够用 换句话说我就可以卖到全世界 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台湾 几乎没有组织 会看到就蛮心急的这样子 没有策略 没有策略这样子 所以这个12月21号跟20号 我们叫做这是行政院 这不是立法院做的条例 行政院做了一个产业促进条例 就是说定位就是这个 机器人及自动化这方面的发展 但是放进去的钱 是人家的五分之一而已 十年才140亿 事实上是只有那些 我刚才讲这几个国家的 五分之一的经费而已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 真正看好产业 但是发展 它真的是讲得比做得多 那真的是 真的是下去的经费也都不够 还有组织也不太够 但是在比较韩国 我们到时候绝对会很吃亏 所以我现在心里 蛮担心的这件事情这样子 好 刚刚罗教授跟我们分析了 就是说韩国人 他们用这个机器人倒 用国家力量 其实电影工业也是一样 任何工业都是一样 就是韩国人都用全国的力量 是是是 那我们这边就感觉很民主 一盘散沙 是 那么刚刚提到 罗教授提到 就是说如果机器人在那里 可以成为一个观光旅游的地方 也成为一个产业互相激荡的地方 然后又能够把它输送到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那么在台湾来看 就是一个条例了 其他都没看到 那么政府应该要加把劲 因为机器人绝对是 未来的很重要的潮流 每个家庭如果都有一个 那商机也是很大 那我请教一下罗教授 就是就台湾来讲 究竟我们的优势 是在生产制造 比如说代工 就是说别人的 关键领域属性 那我们就是帮人家代工 这样的功能 还是说我们能够在研发 在发展上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像我们国内这么多的 清华 交大 台大 这么多优秀人员 我们到底走的是 产业链里面的上游还是下游 所以我现在看到 你讲代工就让我心里一惊 又来了 代工害死台湾 对 讲白了 我讲害死这个话是有点重 那就是压迫创意 创意创新压迫了很久 对 现在这整个意识形态 我们现在是有醒悟快来 所以现在包括教育部 包括国科会 很多的部会 现在包括我们政府所长 创意创新 怎么样怎么样 都已经吃到苦头了 对 我们这整个产业架构 就是OEM 就是代工 ODM就是帮忙design等等 还有OBM就是品牌 对 现在我看到了现象是 台湾品牌就是 就像Nike 工厂都没有 但是都是人家代工帮他做 做完以后 价钱是他喊的 对 包括iPad iPad 对 都一样 全部都是一样 我很希望机器人 台湾是应该做OBM 不应该再想到说 你们做得这么好 我也没有代工机会 我想这个是蛮糟糕的 你觉得我们做得到吗 以我们的智慧 我想是政府就要有决心 然后学术界跟产业界的密切结合 这个是很应该的 其实我一个过想很清楚 我是觉得说 这个学术界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结合研究生跟相关的教授们 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更让产业界能够进来 然后再加上工研宴 这些财团法人 共同来针对某个机器人的应用的领域 来开发 速度够快 又安全 价钱又便宜 然后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的 这个 比如说 Affordable 刚才叫Affordable的机器 现在因为全世界都在观望 哪种机器人 现在只有这个 新手机器人在做得最快 但是有很多的应用 是有potential的 我们是有能力来identify 能够找出的是什么 但是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是 人家买得起又安全又好 所以是必须要产观学研 把它结合起来 好好地把它做起来 是 我想刚刚听到罗教授讲 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 机器人它是一个整体的 多元化的产业的一个总结合 那么它需要研究人员 它需要政府机关 它也需要产业界 大家一起来共创 创新跟繁荣 因为这个做起来的话 不只是我们台湾 还可以外销到 全世界各个国家 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跟研究人员 那么希望能够 不要再去做代工 能够做到更高阶一点 我们去开发创造 某种服务领域的机器人 而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对不对 不管是什么 不管要做医疗 做保全 做服务 做家庭照顾 大概都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是 它有一个预测 就是2020年 机器人的数目 可能会比汽车的数目还要多 我们都知道 自动车车车的数量 简直是几百万几千万台 这样什么等等 人家说2020年就会超越 超越机器人 超越汽车的数目 是不是一分钟请罗教授给我们做个结论 是的 我想智慧型机器人 就是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我们也看到美国 看到欧洲 看到这先进国家 日本 韩国 在他们国家发展政策里面 都把它定位成 优先发展政策 但是我们国家 一直都还不是把它当作这么重要 但是我想我们台湾的实力是 包括我们的ICT 我们的电脑做得这么好 我们的chip也在这边发展 我们有两三百家 有能力做这个 关键零组件的公司 再加上这么好的大学的资源 以及这很多产业 它有这个能力来结合 我相信 假如政府重视 再重视 然后再加上产业的重视 再加上我们学术界的 大家的努力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 造源产业 太好了 我想今天 观众朋友大家都懂了 机器人时代来了 我们今天来探讨 这智慧型机器人的 这个奇异世界 可以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想象 跟幻想的空间 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很棒 很像人的一个助手 跟我们在一起 处理各种的事物 这个时代已经不远了 希望政府能够重视 也谢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罗教授的参加 我们下会 电视频